电影大赌大 最近我找机会试的是老板的高山 正好官方也首次推出了OTA升级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未排高山的升仓计划 这次高山OTA升级增加了一个技能制造局的功能 它其实就是一个场景制造器 通过编程的形式将环境功能和效果传练在一起 更方便地进行一些一声或者一键的操作 比如当长辈坐进后排之后 我们可以语音轻换起驾 这个时候后排的空调就会自动打开 温度设定到26度 同时风量提高到二档 另外这里还有一些自动释放技能 比如车内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之后 车内的暖风空调 还有座椅和放映盘加热都会打开 另外就是当车辆监测到空气质量为优或者凉的时候 天窗和震样帘也能自动打开 其实技能制造局这个功能正是MPV用户所需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车里坐的是孩子老人 或者照顾孩子的爸爸妈妈 他们没有办法帮我们来操作这些设定 如果这些都由驾驶员来负责的话 开车不但又累还容易分心 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所以有了技能制造局之后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自动释放的技能 这样又方便又简单还很安全 通过此次的OTA升级 高山还具备了导航语音交互的能力 首先就是当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所有的图标 都可以用语音来操作 地图放大 放大地图 地图缩小 缩小地图 显示2D 显示3D 切换为3D模式 切换为2D模式 切换为2D模式 正北向上 切换为正北向上 车头向上 切换为车头向上 路线全揽 没问题 导航音量降低 调低导航音量 导航音量增加 导航音量以调高 另外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随时通过语音来增加图经点 比如当自驾游的时候 我们想临时找一个吃饭或者休息的地方 就可以顺嘴地增加中途的导航点 这样又安全又方便 小卫同学 在呢 增加图经点 请添加图经点 再摆位餐厅 为你找到以下图经点信息 请选择第几个 第一个 继续行驶1.1公里 其实在车机系统当中 导航是我们又爱又恨的一项功能 自驾游的时候我们离不开它 但是有时候操作又很麻烦 有了语音导航这项功能之后呢 高山可以让我们在陌生的环境当中 有更好的路线指引 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两个以外 这次高山OTA还增加了雷尸KTV 30天获了12个月的能耗统计化方案 还对语音交互的反馈响应能力 车机的流畅度 加油功能 职能驳车功能进行了优化 让这辆车的智能服务更高效更便利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升级和优化 只有雷尸KTV是面向乘客的 其余的都是主要服务于驾驶者的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更轻松一些 这也是我们直呼董行的OTA 虽然高山是魏牌的首款MPV 但厂家却知道将这次升级和优化 到底应该给谁 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次的升舱计划之中呢 魏牌高山还为我们提供了两项应见福利 第一个是为四驱尊贵版和四驱旗舰版 用户免费更换的书响减震器 魏牌次举的动机 是用户之前吐槽原版的底盘有些硬 所以他们就安排了专业的底盘优化团队 和用户进行了一次深度共创 一起研发了一个更柔和的悬架减震 所以当车辆经过比较齐驱的路面的时候 能够有效的减少噪音和震动 尤其能够优化二三排空间的一些起伏感或颠簸感 进一步提高了舒适度 第二个就是限时七折定制的智慧吸景屏 这是一个15.6英寸的翻车屏 它安装在前排天窗和后排空调控制面板之间 它有4G的运行内存 还有32G的存储内存 这块屏幕支持遥控 按键 触屏等操作 同时匹配8K高清视频解码 手机投屏 蓝牙链接 视频会议等应用 配合零中立座椅 哈曼卡顿音响 小桌板 镇阳帘 让二排空间也然成为舒适惬意的多功能空间 当然 对于已经购买细顶屏的朋友 为排高山还为大家准备了1400度的电卡额度 我们可以在为APP充电地图上的充电桩 抵扣充电费用 以上两个硬件 福利呢 其实更照顾的是乘客 毕竟驾驶者在开车的时候 需要更清晰的路感 对屏幕的娱乐化需求也不是很高 倒是二三排乘客 对此更加敏感 我觉得呀 卫排选择将感官部分的提升 当做面向乘客的重要升级 这没毛病 这次卫排高山的升舱计划 给我的感受 就是诚意满满 他们并非为了升级而升级 而是实打实的 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和优化 高山作为卫排的首款MPV 虽然用心打造 产品的征绩素质也很不错 但确实还有经济求精的地方 卫排对此并不忌讳 反倒成为了用心打磨技术和服务的动力 这才是当代用户型企业的榜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